这一题题目讲说它有4个甲和8个乙 你拿一个电解值丢到水里面 它变成4个甲和8个乙 那同学 电解值丢到水中它会维持电中性 为什么会维持电中性呢 因为正离子的总带电量等于负离子的总带电量 所以C选项总带电量同对不对 对啦 总电量会一样 那你看哦 它说如果说乙是Cl负1的话 它是绿离子的话 那8乘以负1就等于负8 那这里是负8的话 前面就要是正8 所以我就可以知道它有4个甲 那每个甲一定是2正 所以A选项就错了 它必须要是2正 那只有正1 对不对 错 再来你看 我们这个电池正极接的这一段是正的 负的接的这一段是负的 电子从电池的负极出来 然后会变成因离子跑到这边再换成电子回去 那因离子跑过来负离子往正极跑 所以乙是负离子 绿离子是往正极 就是A这一段跑 那甲当然是往负极去 因为甲是带正的嘛 正的就往负极去 所以正的就往负极去 那如果说你没有通电的时候 没有通电的时候 那他们是不是甲跟乙都是禁止不动 错 同学它会移动 它会随便乱动 没有通电的时候会随便乱动 有通电的时候 它就会负离子向正极跑 正离子往负极冲 这样这一题我们就可以轻松得分 所以记得理化找师赞 成绩一定赞